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我是主播安东尼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 一个家走向兴旺的四个迹象 一起来听 小时候奶奶常常念叨着 这一个家呀 大家伙都健健康康的 身体无病无痛 比什么都重要 当时懵懂无知 觉得什么事能比金钱重要呀 等到长大以后呢 才发觉奶奶说的才是真理 听妈妈讲 她的一个前同事的丈夫 为了给孩子多挣点奶粉钱 没日没夜的结私活 一连好几天没合眼了 结果某天凌晨 她在家工作到两三点 就在写字台前 突发心梗去世了 可怜那个女同事 每日以泪洗面 后来辞了职 孤身带孩子回了老家 末了我妈感慨道 人都没了 挣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呢 是啊 岁数越大越觉得 命不是自己的 健康的活着 也是一种责任 这些年见过太多的新闻 听过太多的故事 孩子病了 夫妻俩这些年 带着孩子四处求医 风餐露宿 丈夫重病 欠下大笔债务 家里的重担全压在了妻子身上 整个家庭摇摇欲坠 甚至还有一家三口 夫妻齐齐得癌 孩子又得了重病 夫妻俩咬牙决定抽签 让一人带着孩子活下去 很多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 会快速榨干一个普通家庭的 全部积蓄 会让身边的亲人痛苦不堪 更能轻而易举地击垮整个家庭 一人生病全家受苦 你在承受着病痛 家人何尝不是承受着压力 焦虑 心碎 甚至是绝望呢 记住 无论何时何地 都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这才是一个家庭 长久兴旺的根基 看过这样一则新闻 贵阳市某小区住户家中 突然起火了 火势迅猛 尽管消防员 即使赶到控制住了现场 可是整个屋子 也被烧到了一片狼藉 墙面开裂 物品更是所剩无几 根据户主孟女士称 早上在给孩子穿裤子的时候呢 把另一个房间的吹风机 直接放到了床上 导致吹风机温度过高 爆炸了 引发了这场火灾 遇到这种情况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忍不住 出口埋怨对方 可是面对伤心自责的妻子 孟女士的丈夫不仅没有责怪 还反过来暖心安慰她 不就是一套房子吗 大不了重新装修 相当于我们住新房了 仅仅这样一句简单的话 让我坚信 无论这对夫妻今后遭遇 怎么样的坎坷 都一定能够风雨同舟 家庭生活本来就是 鸡毛蒜皮组成的瞬间 其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 不如意的事情 你看看你 做个饭都能做糊了 出门前让你检查一下 怎么还能忘了带身份证啊 孩子怎么又感冒了 你是怎么照顾的 可如果是一味的指责对方 对着最亲近的人发脾气 只能让小石化大战火 愈演愈烈 很多时候你发现了不满 却冷落了人心 吵赢了道理 却输掉了感情 要知道 家呀从来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而是讲情 讲爱的地方 是温暖的避风港 遇到事情 先别互相责怪 也别急着争个你对我错的 而是给彼此多一些理解和包容 大家拧成一股绳 共同承担责任 心平气和地 解决当下的问题 你避我风雨 我还你柔情 彼此服血 共度难关 这不才是家人存在的 真正意义吗 非常喜欢这样一句话 有人问你周可温 有人与你 立黄昏 还记得我初中的时候 二叔家里遭遇了一场变故 一起做生意的合作伙伴 毁约了 二叔欠了一大笔钱 爸妈呢不放心 二叔一家 拎了大包小包的礼品 带着我一起前去探望他 没想到 刚一进门 就被客厅里飘来的香气四溢的炒菜味道给吸引了 二婶一边在厨房忙碌 一边笑意盈盈的招呼我们快点坐下 马上就要开饭了 我还记得那顿饭有绿油油的小白菜 鲜嫩的日本豆腐 红通通的糖醋排骨 真真是叫一个色香味俱全呀 回来的路上呢 妈妈笑着对我们说 放心吧 二叔家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只要厨房的烟火气还在呀 这个家就散不了 果然之后二叔和二婶一起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吃店 生意也是越做越红火 我想一个家最大的福气 就是拥有从容淡然的好心态 用心做好一书一饭 哪怕生活再苦再难 也要好好吃饭 好好地爱自己 一个家庭只要厨房有了跳动的烟火气 才是实实在在的温暖 深夜的酒不如清晨的粥 外面的饭菜即使是山珍海味 也吃不出家里的味道 很多人都在问 怎么样才能把生活过得有遗失感呢 我认为一个家最重要的遗失感就是把流动的爱 烹调进这人间五味 一日三餐四季 让漫长的余生有了生机和温度 回到家里围着一桌香喷喷的饭菜而坐 与家人小酌几杯 温言软语 到人间义去 所谓俗世间的幸福 不过如此 听过这样一句话 买得起充电五分钟的手机 但很难找到通话两小时的人 买得起昂贵的药物 却买不到放下工作 陪你去看病的人 这一生 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人 可能陪我们走到最后的 唯有家人而已吧 一位读者在后台分享自己的故事 自己一直忙于事业 经常加班应酬到半夜才回家 长久以来疏于对家人的陪伴 前段时间呢 自己被公司的竞争对手打败了 事业受挫 一度一蹶不振 那段灰暗的时间 还好每天有妻子热气腾腾的饭菜 和孩子可爱的笑脸 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情 也重拾久违的信心 同时他也终于顿悟了一些事情 打那以后呢 他不再埋头工作 而是经常抽出时间陪家人 心态也淡然 愉悦了许多 朗读者中有这样一段话 陪伴很温暖 他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 有人愿意把最美好的东西给你 那就是时间 工作很辛苦 人生路上更是坎坷重重 可只要想着 有人一直站在你的身后 陪你度过春夏秋冬 心中就充满了动力和勇气 就像那句话说的 亲人是只有一次的缘分 无论这辈子我和你会相处多久 你一定要珍惜共聚的时光 因为下辈子 无论我们念语不念 都不会再相见了 下班之后 多抱抱你的伴侣 一起吃个饭 聊个天 感谢他一路参与你的人生 周末多陪陪孩子 千万别缺席孩子 独一无二的童年 节假日趁休息 回家多看看父母 要知道 你每次回来 足以让他们开心 好久好久 希望你别太晚 才明白 一个家最好的投资 就是陪伴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太多的东西 让我们难以割舍 金钱 权力 地位 事业 爱 可这些所有的一切 加起来 都远比不上 哪一个温暖 而浅瘴的字 加 加是我们一切的起点 是最初的理想 贵来的方向 是我们永远的避风港 冰心说 一个美好的家庭 乃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 一个家不求大富大贵 只要一家人健康平安 和和睦睦 简单快乐 幸福 就不会远 今天的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主播安东尼 感谢各位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